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各位小明星 大家好 歡迎收看金火台 我是沈碧莉 九二一大選已經結束 所有的綠色的版圖 都非常產生大的變化 民進黨可不可以慘敗 敗到脫褲子 為了跟各位解答一些 台美人還有台灣的知識分子 這個媒體等等的看法 我們陸陸續為全的來賓來到現場 跟大家聊聊 今天第一位的來賓是 費編社葉博翔先生 葉博翔你好 各位鄉親 大家好 我是費編社 是我在民報觀察站的筆名 我的真名叫做葉博翔 謝謝 第二位就是我們洛杉磯大家很熟了 郭素仁 郭先生 他是我們的評論員 政治評論員 郭先生你好 千鋒的朋友大家好 李大哥您好 這個葉先生也好 好 來你們隨先來跟我們來評論一下好嗎 有關於這個九合一大選 我們是從高雄講起好不好 因為高雄最最微妙 民進黨辛辛苦經營的十幾年 被一個混淆之後三個月就搞掉了 到底怎麼回事 來是隨先來 大選投票 你的經驗 這個剛好又碰到這一次選舉民進黨崩盤 當然就是說這個心情很沮喪 大家都是這樣子 但我們在這個心情不好的情況之下 還是要冷靜來分析到底是什麼原因嘛 是請說 那這次大選的話 主要是這個 這個韓國瑜這個混混 這個 因為怎麼講 我跟他的背景有一點 有一點真正 因為我小的這種人 我們以前在眷村看多了 這個眷村的混混 能夠就是說這個 造起這麼大的風潮 這當然不是韓國瑜多了不起 是 這個要檢討起來很多方面 中國因素是個很重要的 是 民意黨或者是本土派 中間不團結 這也是很大的很重大的原因嘛 這個 所謂台灣價值 講的不夠清楚 我覺得講的不夠清楚 你說誰講的不夠清楚 我覺得就是說 不管是民進黨 或者是我們本土派的 講的不夠清楚 就是說我們 我們台灣現在的敵人是誰 沒有點得很清楚 我只有 我只有在媒體裡面 看這個姚立民姚老師 最少講了五次 說中國目前是台灣的敵國 但是其他的人都沒有 這個定位的話很清楚 要定位很清楚 如果很清楚的話 很多事情你可以就是說 去解決去立法或怎麼樣 如果說你定位那麼清楚的話 這個五星紅旗飄 敵國怎麼能飄呢 對不對 你就是要解決這個事情嘛 比方說這次選後以後 我覺得這個五星紅旗這個事情 一定要解決 這個事情不會說 商道說老百姓的經濟吧 這個我想這個 這個事情去處理的話 沒有人會反彈 解決是怎麼解決法 你可以立法嘛 可以宣導說像我們這個老百姓 因為台灣是講你的 言論自由的 說這個五星紅旗可以在我們這邊飄 中華民國旗為什麼不能在那邊飄呢 對不對 所以你要學川普要定義是不是 要定義嘛 當然要定義嘛 你要這個要很清楚嘛 你如果說政府也不敢講 對不對 民間也不敢講 大家是在那邊很模糊 對不對 那中共當然是專控制嘛 我剛才來的以前我在這個網上看 哇那個賭盤啊 翁大明模式被他們這次運用的多好啊 一賠十啊 對一個人就 他說一個人可以買三千塊他賠十啊 一賠十就是買票嘛 我剛剛稍微算了一下 買十萬票的話是三百億 三百億台幣 三百億台幣誰可以付 老大哥嘛 你現在講的這個 對我來問問自社媒體了 對 博蔣軒 其實他講的也是完全符合 這個選舉發展的這個脈絡 中國因事確實是非常嚴重 老實講我是覺得這次的選舉 為什麼會大敗 你不要講其他的什麼原因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中國因事的介入 這是我們在台灣採訪這個選戰新聞以來 這次是最明顯的 但是就是民進黨已經前面執政 包括國會各辦 可是他對這個為什麼視醜無策呢 這就是很耐人行為的地方 是 我們都講說中國他是用買下台灣 來擠在打下台灣 對 這個經過已經幾十年的兩岸交友裡面 這個買下台灣這個政策 其實在這次選舉看起來是非常成功 對 包括台灣的各行各業 台灣的公子人員 我看都有這個風機 是 所以你剛剛講說 是不是可以跟川普一樣來修改國安法 用各種行政方面的來握紙這樣的現象 在我想想這困難度很高 因為現在包括民進黨 不要說國民黨了 民進黨我都懷疑說 是不是有一些公子人員 被買下去了 所以你說 你剛剛就講到 講到說 這選後 是不是應該檢討其他的縣市 不要讓他們急務升級 我跟你講保證 一定會更囂張 氣焰會更那個紅色的氣油 會串連在藍色族政的這些縣市 就這麼說 葉雄你剛才講話很像有梗在裡面 民進黨的公子有藍金黃 這個也不是 你也不要講名字 老師講這也不是秘密 我就講一個 不是秘密 一個 當然這個 我不知道這個林寶華 梁月青他們願不願意講 他們有一個叫做 他們兩個知道 他們有一個 新疆的一個自由會 裡面他們就發現被滲透昏花 裡面抓了一些人 可是老實講 他們有反映給黨中央 可是黨中央根本 沒有把他當一回事處理 所以他就感慨說 是不是這個民進黨 也認為這個無關緊要 所以反而是縱容 當然這故事非常長 我只不過是講一點點 但是一點點就夠了 其實今天台灣的社會 包括政黨也好 各行各業也好 其實都被中國滲透了 你包括這次的 剛剛他談到的這個賭擊 為什麼賭擊可以成功 就是表示說有人願意 幫中共來操盤 包括那個旅行工業 工會 在選舉的時候 暫時來挺韓國瑜 為什麼 這個旅行工會 至少也有三四萬票 那是導遊那些旅行業 可是封掉了嗎 當然是中國那邊一定有安排 所以老實講我非常論同 國安單位講的 這次選舉其實就是 中國他硬收 他對台灣的統戰的成果 到底是怎麼樣 所以你說這次選舉以後 舉行起會不會比較收斂 我敢把胸脯來保證 不會收斂 反而會是更囂張 本來是只有台北市 現在連高雄市都在 甚至南京的每一個 還有縣市長的地盤都會 所以這是台灣 這是選舉我們看到的 最悲哀的一個現象 所以這只有中央定一個法規 所以這個定義它是敵國 然後這個棋子不能舉 我剛剛講了嘛 就是我都很乏以民進黨 或是其他政黨裡面 都已經被他們買下來了 你這個要怎麼 有辦法像美國那樣說 要修改國安法就是國安法 這個主力非常大 好 我們稍微講細一點 中間是有一點邏輯 就是我們說國安單位都講了 國安單位不是評論員 國安單位是要做 他不是講 我們大家都知道嘛 好 那我們剛剛講說 他這個政策說買下台灣 他不是說一天兩天 他那個連戰時代 也是要買下台灣 但他們找錯人了 找了一個代理人 那個幫那個錢揣到包包裡面 好 現在他們是直接 就是說不經過連戰 所以這個效果才出來了 效果出來 你看如果說 他們這一段時間 大概有一二十年了 都是這個政策 四年前為什麼國民黨會崩盤呢 對不對 你怎麼解釋 就是說這四年的話 是中共就是說他們國台辦 他們直接 就直接來跟這個基層 台灣的基層 這個對不對 直接收買他們 不經過你國民黨了 你看這個 你看這次的現象 在南部 就是他們的造勢廠 這些都沒有 國民黨這些外省權貴都沒有去 人家根本不要你來嘛 對 就是這樣子 你是爛泥巴胡不上牆 他現在找新的代理人 直接在找 所以這個是他厲害 就是說轉變了這個地方 就是台灣就要怎麼意義 對 是不是 所以習近平把劉潔一 從聯合國 直接抓到國台辦去的時候 我們本來想做一個節目 討論劉潔一 因為這家伙非常厲害 非常厲害 他對傳統統戰 他不用 他用他全新的 包括現在三政合一 也有這個東西 所以他這次對台灣這種攻擊 我想以後大選每次操盤 應該都會類似類似重複的 再重複的 那 胡楊俊你還可以看到其他的問題嗎 最後我是提供一個命心 剛才史無對證 這是蔡有錢跟我講的 為什麼習近平他那麼厲害 他為什麼不透過國民黨 他可以直接下鄉 因為他在福建裡面 曾經在那邊坐鎮一陣子 其實那個是他認識了一個台灣人 那個台灣人後來把他帶到 北京那邊去 擔任台灣同鄉會 有一個重要的領導人 這個人包括有的 跟各位講 他就是習信良的 的一個棋子 就是因為習信良是透過這個人 和習近平 有掛鍋 所以包括小英他們都以為說 這個大陸政策沒什麼了不起 只要靠這個習信良 這一張牌 所以把他派到東亞研究所 就是把他派到一個東亞研究所嗎 不是 這個人就是單純一個台灣 為什麼說習信良 習信良就是亞太基金會 但是為什麼 這是蔡有錢 他有一次和我通電話 通了好幾個小時他告訴我 為什麼說蔡英文他有這樣老行宅宅 他就相信說這個習信良 這張牌有用 習信良這張牌 搞不好也是耕耘很久了 因為他以前是三門 三門他在中國大陸那邊有布宣 包括他以前的孩子 都是以北京大學讀師嘛 所以他透過這個人和這個習近平接手 所以導致說今天老實講 就是為什麼習近平他會比較瞭解台灣 因為第一個他在福建的時候 他掌握了台商 對 他掌握了台商 然後包括這個人 也都提供了很多那個必要的資料 所以我也懷疑說 是不是習信良也提供這資料給 透過這個人 那你這樣講無限上綱 那洪耀福呢 不是 我跟你講 這個是這樣子 他大地址 你必須要從這個整個邏輯來看 我一直認為 因為我對中國這方面的話 有很多朋友 我一直在想這個 一直在思考 交流啊 我跟你講 兩岸的交流 尤其是政治人物交流 對我們非常不利 交流要不要吃飯 吃飯他就送你楊貴妃 趙飛燕 你要不要台灣 這是甜點 柯文哲講的甜點嘛 對 就是甜點 要不要 這個是很厲害的 你要 我跟你講啊 蔡英文如果說 在兩岸用許信良 是個極大錯誤 為什麼 許信良是很有謀略的 沒有錯 但是以許信良 跟中共的關係的話 我保證他有錄影 留在那邊的 你怎麼用一個這個嘛 你上來的話 應該用一個新的 跟中共寧願沒有關係的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可以去溝通的 可以 沒有問題 對 你常常去交流的政治人物 我們都要假定 他已經被 我不要用藍金黃這陣子 是 都假定 你比方說他們這個 這一次的話 南部為什麼那麼多 他這個中共招待南部的里長 已經是多少屆了 這些都有作用 這個這一次都會 都反映出來了 這都是他的 錢撒下去 都是要這些人去運作嘛 對不對 黑道啊 對不對 你們看到這一次 這一次 我不曉得是國民黨變聰明了 還是有什麼藍言之隱 白狼沒有出來 對啊 沒出來 白狼沒有出來 之前有一個小小的 少一個點小黑 也沒有很大的 以前少得很厲害 這次我看媒體上面 也沒有執政黨出來說 這個會選 嚴禁會選 以前也都沒有 白狼沒有出來 可以解釋得非常清晰 就是 中國他們就直接介入了 他不用透過這個 中國衛星艦隊 他就自己已經 透過自由行 不知道有多少人來到台灣 對對對 真的是這樣 好 那我們現在高雄講了 對不對 好 各位相信各位朋友 今天我們的廢話來賓 一定有很多內幕 可以慢慢講給我們聽 我們現在講高雄講完了 好 下一陣 我們往北走 好 馬上回來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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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